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眼间高小宝长大成人 他身材魁梧 相貌堂堂 可因家中贫苦 又有一个病样样的母亲需要照顾 二十岁的他至今还没有婚配 这日高小宝早早上山砍柴 李氏在院中休息 突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李氏起身去开门 建议男子站在门外 李氏问道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男子笑嘻嘻地说道 李夫人 我是高原外家的仆人 我家少爷过几日成婚 我家老爷邀请你前去参加喜宴 男子说完 从怀中掏出一张喜帖 递到李氏手中 李氏打开喜帖看了看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他向男子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男子听后向李氏告辞离开 傍晚 高小宝背着一捆柴回到家中 他看见母亲愁眉不展 心中有些疑惑 问道 母亲 你这是怎么吗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李氏从桌上拿起喜帖 递给高小宝 说道 你大伯托人送来的喜帖 你弟弟高齐过些日子成婚 高小宝很是诧异 说道 弟弟结婚不是好事吗 你为何愁眉不展啊 李氏叹了口气 说道 你弟弟成婚 我们总要送些像样的礼物 可这几年应给我治病抓药 家中也没有多余的营养 你大伯家是富贵人家 随便拿着礼品前去祝贺 你大伯未免看得上 再者说 你父亲在世时 你大伯经常照顾我们家 我们拿的礼品清了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高小宝打开喜帖 看了看弟弟的结婚日期 至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高小宝说道 母亲 你不必忧心 离弟弟成婚之日还有一个月呢 这些日子我多砍些柴便是 即使到时候我们拿不出像样的礼品 我想大伯也不会怪罪的 李氏听后点了点头 母子二人吃过晚饭 各自回房间睡觉 高小宝回到房中久久不能入睡 他盯着喜帖 心中有些说不出的难过 同样是高家人 命运却完全不同 话说 高小宝的爷爷是个老实巴叫的庄稼汉 他有两个儿子 大伯高峰 父亲高海 兄弟二人性格截然不同 高峰打小聪明伶俐 而高海天资愚钝 高峰15岁那年 他不愿像父亲一样 整日守着那几亩薄田 便和同乡小伙伴一起去莱阳县做工 他打小在田家劳作 对粮室有特殊的情感 他便来到一家米铺做起了伙计 他勤奋好学 身手店掌柜的器重 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做得有模有样 手中也积攒了些营养 他有心开家自己的米铺 打定主意后 他便辞去了电火级的工作 他在县城的东北角租了间铺面 米铺就风风火火地开了起来 可因为米铺位置偏僻 来往客人稀少 店铺生意很是惨淡 恰逢这年莱阳县天降大雨 一连数日 田里庄稼被侵泡在雨水中 颗粒无收 附近大批的灾民涌入莱阳县 高峰新善 就吩咐电中火计 在米铺门前开设粥铺 救济穷苦百姓 灾民得知消息 纷纷来到米铺吃粥 过了大半个月 朝廷的救灾粮才被运到莱阳县险衙 灾情才得到缓解 高峰的一举深受当地百姓称赞 因此 米铺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短短五年的时间 高峰就成为了莱阳县赫赫有名的富商 高峰生活很是富裕 他有心拉扯一把自己的弟弟高海 可高海舍不得那一亩三分地 不愿离开家乡 高峰执拗不过 只是平日里接济一下他 河江村虽说是莱阳县的下设村庄 但两地相距甚远 来回也要两日的时间 高海去世后 两家疏于往来 感情也就大了很多 故事说回来 眼看天微亮 高小宝也没有睡意 起身穿好衣服 拿着斧头就向山中走去 临近五时 他有些疲惫 就在山林中休息 突然 天色变得阴沉 紧接着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而下 他急忙四处找地方避雨 他在山上乱跑 突然 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山洞 他赶忙向山洞跑去 他来到山洞口 向洞内瞧去 被眼前看到的一幕吓了一跳 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地上躺着 样子十分痛苦 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见女子浑身是伤 眼看就要掩掩一心 女子眼睛直直地看着她 微微说道 救救我 女子说完便昏倒过去 高小宝看情况危急 也顾不得天还下着大雨 背起姑娘就往家中跑去 等她回到家中 雨也停了 她急忙去请村里的郎中 郎中开了些汤要为姑娘扶下 直到傍晚 女子才苏醒过来 她看着站在床前的母子二人 说道 是你们救了我吗 李氏说道 姑娘 是我儿子救的你 她看你受了很重的伤 就把你背回家中 女子看着高小宝说道 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高小宝听后 有些不好意思 她挠了挠头 说道 姑娘 郎中给你看过 嘱咐你要好好休息 一连三日 女子几乎都在睡觉中度过 母子二人也不敢叫醒 只好在一旁精心照料 第四日清晨 高小宝正准备上山砍柴 女子也睡醒来到院内 她看见高小宝 赶忙上前失礼 问道 恩公 你这时干什么去 高小宝看着女子惊讶不已 见她活蹦乱跳 哪像受过重伤的样子 她问道 姑娘 你伤势好了吗 女子看着她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这时李氏也起床来到院内 正巧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她来到女子面前 笑哈哈地说道 好了就好 好了就好 高小宝拿着斧头走出院子 李氏则和女子闲聊起来 从女子口中得知 她名叫青莲 父母都去世了 父母临终前让她来此地寻亲 可她来到时发现亲戚已经搬了家 也不知搬往了何处 她无依无靠 只好四处流浪 她途径山林时 不慎从山坡上落下来 摔成重伤 又恰逢天降大雨 她只好躲在山洞中避雨 幸德与高小宝相救 才捡回一条命 李氏听后很是同情 便让青莲安心住下来 转眼间 弟弟高齐婚期已至 母子二人有些犯愁 虽说这些日子也赚了些银子 但为青莲治病抓药花费了一部分 家中吃喝用去一部分 家中银两所剩无几 高小宝见母亲愁眉不展 安慰道 母亲 你不用担心 大伯知道我们家情况 俗话说 李氢情意重 大伯不会怪罪的 母子二人的谈话 清莲听得真切 他虽然不知道什么事情 但他知道母子二人在为钱发愁 他来到李氏面前 说道 伯母 家中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李氏见清莲发问 也不好隐瞒 如实将事情告知清莲 清莲文后悄悄来到房内 从一带中翻腾了一会儿 掏出二十两银子 他来到李氏面前 将银子递到李氏面前 说道 伯母 我这里有二十两银子 你先拿着用 母子二人很是诧异 直勾勾地盯着清莲 心想清莲来到家中时 就一身素衣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 母子二人都没有伸手去接 清莲好似看穿了二人的心思 笑嘻嘻地说道 这些银子是我父母临终前留给我的 我担心路上遇到强盗 就藏在了衣服内 你就放心用吧 母子二人听后才放下心来 李氏说道 清莲 既然是你父母留给你的 我们自然是不能用 你也十七八岁了 眼看也要结婚嫁人 就留着日后做你的嫁妆吧 清莲有些不乐意 说道 伯母 你们救了我一命 又收留我在家中 我才有了安身之所 这二十两银子 怎抵得过救命之恩 清莲执拗 李氏推托不掉 只好将银子收下 次日 母子二人本该一同去参加高企的婚宴 可李氏早上起床后身体有些不适 只好留在家中 高小宝拜托清莲帮忙照顾母亲 他只身一人前往来阳县 临时五时 他有些口渴 就在路旁的一处茶铺喝茶歇角 茶铺开在关道上 过往的路人很多 茶铺熙熙攘攘 毫不热闹 他见自己不远处的一处桌前围满了人 他很是好奇 就上前去瞧个热闹 他挤进人群 建议老道坐在桌前 老道五十多岁 衣衫蓝绿 表情严肃 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菩萨 老道对面坐着一男子 只听男子说道 道长 你算得可真准 围观的人们也纷纷为老道拍手称赞 突然 老道的目光落在高小宝身上 他上下打量了一阵 说道 公子 要不要算上一挂 高小宝可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 可他架不住旁边的人群起哄 一群人叽叽拉拉的说个不停 他为了讨个安静 只好在老道面前落座 问道 道长 怎么算 老道指了指桌上的几枚铜钱 说道 你拿起桌上的铜钱 随意散落在桌上就好 高小宝听后 捡起桌上的铜钱 握在手中 他对着手中吹了口气 随手将铜钱散落在桌上 说道 道长 你看看如何 老道一手摇着菩萨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铜钱 嘴里念念有词 过了两久 老道说道 公子 大富大贵之命 高小宝听后 差点没把老道的汤给掀了 心想自己穷得叮当响 连弟弟结婚的银俩还是借的 自己还大富大贵之命 想必这老道也是个骗子 但他没有揭穿 笑哈哈地问道 此话怎么讲 老道紧接着说道 你妻子可不是一般人 他身上有宝 你托你妻子的福报 日后定是富贵之人 高小宝听后哈哈大笑 他不愿看着其他人在上当受骗 他要当众揭穿老道 说道 老道 我家穷得叮当响 我二十多岁连妻子还没娶呢 还托妻子的福报 你就是个骗子 高小宝说完生气地离开 老道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微微一笑 自言自由道 真是个傻子 可惜老道的话他没听到 明镜傍晚 高小宝来到莱阳县 他拿着二十两银子 在县城中买了些高档礼品 前往大伯家中 明日就是弟弟的大婚之日 大伯留他在家中住了一晚 次日 高小宝参加完弟弟的婚礼 已到傍晚 他实在放心不下母亲 便向大伯告辞 一路往家中赶去 转眼间清莲来到家中已有大半年 李氏见清莲温文尔雅 勤奋孝顺 有心撮合高小宝和清莲的婚事 二人整日出双入对 心中早已心生情愫 只是高小宝目睹 不知该如何表达 李氏深知二人的心意 他只好帮儿子捅破这层窗户纸 李氏问询清莲没有意见 便托梅婆为二人选定了良辰吉日 婚礼很简单 只邀请了几个要好的邻居 婚后夫妻恩爱 如娇似妻 清莲也是争气 来年就为高家生下一大胖小子 儿子取名高盛 他活泼可怜 聪明可爱 一家人很是高兴 好景不长 高盛年满一岁 这日李氏带着孙子玩耍 突然孙子哭闹不止 不多时便哭晕倒过去 不省人事 李氏很是害怕 赶忙吩咐高小宝去请郎中 郎中看后也束手无策 因为他根本找不到病症所在 也无从下药 只吩咐让其准备后事 清莲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 伤心不已 难难道 都是母亲的错 是母亲害了你 高小宝听后 赶忙安慰妻子 说道 娘子 你莫要多心 儿子病了 和你没关系 你莫要自责 清莲趴在高小宝身上痛哭不已 过了许久 他缓过进来 沉思了片刻 说道 我顾不了那么多 我要救我的儿子 说完 清莲席地而纵 双目紧闭 嘴里念念有词 他轻轻张开嘴巴 只见一颗灵珠从清莲口中而出 他伸手将灵珠取下 随之他口吐鲜血 趴在地上 李师和高小宝看得目瞪口呆 母子二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感觉自己在做梦 见清莲摔倒在地 才回过神 高小宝赶忙上前将妻子搀扶起来 清莲将灵珠递到高小宝手中 有气无力地说道 相公 快把灵珠为儿子扶下 话音刚落 清莲晕倒过去 高小宝将清莲放在床上 手里拿着灵珠 不知如何是好 他犹豫再三 决定听从妻子的吩咐 将灵珠塞入儿子的口中 过了没多久 儿子传来了哭声 清莲整整睡了三日才醒过来 他睁开眼看着玩闹的儿子 脸色露出了喜悦 他见高小宝和李师 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 他也不想再隐瞒 如实将自己的身世 告知了母子二人 原来 清莲是一条青蟒 他历经千年 好不容易到了飞生成仙之日 可惜他倒横上前 没能躲得过历劫之苦 那日 高小宝上山砍柴 正是清莲历劫之日 清莲被雷电击中 身受重伤 幸得高小宝相救 才能活命 清莲被高小宝带回家中 他见高小宝相貌堂堂 勤奋孝顺 久而久之 他心深爱慕 清莲见高小宝家中 过得贫苦 他有心帮着改善家中生活 但他又担心 母子二人心生疑惑 他趁李师睡觉的功夫 化身老道前去给高小宝算卦 希望他能提前赶这些事情 可惜他愚钝 虽但没有察觉 还把老道当成了骗子 清莲只好将此事搁置下来 不敢再使用法术 清莲和高小宝是两路人 他明知自己不能和高小宝成婚 但他一意孤行 采酿此祸事 只是没想到祸事落到自己儿子身上 灵珠是清莲千年的修行 失去灵珠他就没有了非生成仙的机会 但他为了儿子只好不顾一切 儿子吃了清莲的灵珠 注定一生不会平凡 李师和高小宝听后才得知其中的缘由 高小宝安慰清莲道 娘子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最重要 清莲点头答应 至此 家中再无获释 一家人和和睦睦 过着安逸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ident订阅